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3号参观美国微软公司总部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来到微软公司总部 受到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纳德拉 创始人盖茨夫妇 董事长汤姆森的热情迎接 公司员工代表列队鼓掌欢迎 习近平指出 微软公司1995年中国以来 在华业务拓展迅速 也推动了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包括微软在内的美国科技企业带来巨大商机 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 继续欢迎外国企业富华经营 纳德拉向习近平夫妇介绍了微软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近况 在微软公司前瞻技术展示中心 工程师向习近平夫妇展示了3D全息眼镜 设计摩托车造型和美国气象数据可视化系统 以及中国公司运用微软技术生产的生态系统硬件产品 习近平 会见了参加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的双方代表 习近平强调 当今时代社会信息化迅速发展 一个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 对一国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主张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 中美都是网络大国 双方理应在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就网络问题打造中美合作的亮点 让网络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参观期间 习近平接受了微软赠送的柳林海号传播 1979年柳林海号来到西雅图 习近平向清华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联合创办的 全球创新交流学院赠送水山树苗 当天习近平夫妇还在微软公司总部 简短会见盖茨夫妇 微软公司是全球最大软件公司 总部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的雷德蒙德市